一元小齊犬日前分享了 過去遭到同學跟蹤回家的經歷 有一位女網友發文透露 每天深夜都被一名男子跟蹤回家 讓她感到十分害怕 對方卻認為自己是單純的寶物陪伴 小齊犬轉發了該則貼文 分享自己在學生時期 也有一位同學跟蹤她長達4年 當時她走路回家大約需要30-40分鐘 一開始發現同學尾隨 她感到很害怕 不論怎麼躲都會被對方發現 要是她跑起來對方還會追上來 小齊犬尋求老師和同學的幫助時 對方先是實口否認 接著改口說是順路 最後又說只是想保護她 老師和同學因此被說服 認為對方沒有惡意 某次小齊犬忍無可忍 鼓起勇氣大罵跟蹤者 但對方卻理直氣壯大喊 自己只是想要保護她 小齊犬無奈表示這樣的舉動超級噁心 也一點都不浪漫 只要讓別人不舒服 其實就構成了騷擾 這件事在她心中留下了永遠的陰影 直到現在獨自走在路上 都會心跳加速頻頻往後看 且走得非常快 恐慌症幾乎快發作 因此就算是很近的距離 她也會選擇搭車前往